新增了三個病例 那這三個案例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所以累計到現在有264人 我們近5日的核酸檢驗陽性率是在0.05% 核酸檢驗陽性率總平均是在0.41% 那已經完成了篩檢數是64,230人 居家隔離降到55人 所以我們累計居家隔離的人數還在2,997人 平均每位確診者的居家隔離人數是在11人 好這個是回憶一下 這是我們過去這一個多月來所有的傳播鏈 那今天的三個案例呢 這個是第一個是在我們的麻將咖的一個傳染鏈 那所以說麻將咖到現在累計起來是38 那原本它是居隔 居隔之後因為要去找工作做了個PCR 結果又出現了 另外一個案例是在民俗信仰裡面 我們講的他的媽媽跟他的這個姐妹都被隔離起來 那也是要隔離結束之前再來檢驗又確診 就確診了 所以我們今天增加了這三個 等一下局長會跟大家講清楚 那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在居家隔離的過程中 來發病的 所以說我們原則上今天還是沒有足跡表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還在做更詳細的這個疫調 好另外的話我們來看看疫苗 今天我早上到現在也看了這個八九個地方了 來我們中央指揮中心播給我們第一批總共有55,300劑 那第一現在我們的第一波到的是33,600劑 也就是我們現在注射的一個部分 預計明天7月5號會配送第二次的莫德納的一個疫苗 好我們這一次第一波我們是針對75到84 所以75到84的長輩你要快點把握這個機會 總共有44,356人是符合資格 但是我們這波只有33,600劑而已 所以符合資格要快點來注 好然後我們現在也在已經做好了這個準備 73到74的我們也照冊好了 下週一都會統一來做發放 會進行到第73到74歲的 好然後我們7月2號到7月8號是針對75到84的 7月這個部分7月2號到3號通知了17,593人 接種了10,470人 那今天我們又通知了2856人 也預估大概會有1713人左右 好另外的話如果說你是跨鄉鎮的戶籍地 跟你住宅地不一樣 或者你是跨縣市的 也是請你有意願要打的話 快點跟里長他們來登記 里長會照冊 我們會再通知你去施打 好一樣那你就依照通知你去哪裡 我們有好幾種你要看清楚 有的是到醫院到診所到衛生所 到我們的快打站 或者到我們的社區去打不等 我們總共有264 總共有這麼多的這個接種站 那也希望大家就依照我們跟你通知的時間地點 去打這個疫苗 好再來我們因為Delta進來印度變種的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國境防疫又有四大措施 再次跟大家講 好即日起無論有症狀COVID-19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 自國外入境者在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 期滿前一天都要進行公費的PCR 那另外的話我們從7月2號開始 所以這幾天機場有一點點混亂 沒關係很快就調整了 我們國境防疫現在有四大措施 第一個入境全驗一律檢驗 其中快驗期滿再驗 有這四大方向 那對於高風險的有7個國家 巴西 印度 英國 還有秘魯 以及以色列 印尼 跟孟加郎 這是比較高風險的 都通通送到我們統一集中的檢疫場所去了 好 阿公阿嬤要記住什麼料 我們就要等那邊坐一間館 大概要坐15分到30分鐘 看有什麼不舒適的地方 你知道嗎 醫生就可以現身處理 這要記得 要記得煮完後 要多喝一些燻水 有的大概3%左右 他的發燒 大部分是他住的地方的燙燙 有的是真正這樣 都沒關係 真的不舒服 我們就趕快跟醫生 再找醫生說一下 今天新增加的這三個案例 其實都是跟我們前面 完全不一樣的案例 大家會很好奇說 這個是不是又有新的疫情發生了 不是 這三個都是由於採檢政策 跟採檢觀念的改變而發現的個案 等一下我們會來說明 那累計到264 那陽性率還是低於0.1%以下 近5日 然後累計是0.4% 篩檢量一樣 持續有在做主動的監測 隔離人數掉到55人 我們請看下一張 好 再次強調 致死率在老人是最高的 這也是要打疫苗為什麼的理由 針對這個老人很重要的理由 請看下一張 好 我們之前有講前面幾個都是冰山一角 有時候是前面殘留的感染 那今天這三個完全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請看下一張 這核酸檢測人數維持在一個一定的水平以上 請看下一張 每日陽性率浮起來了 因為有新的個案出現 請看下一張 解隔離人數慢慢解了 現在人數幾乎是快要到全部都解完了 請看下一張 好 發病日再來看 就是在又跑出三個個案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這三個個案是怎麼來的 請看下一張 那今天的三個個案裡面有兩個是居家隔離發病的 所以居家隔離發病人數是來到了27% 請看下一張 那確診的一個型態 群聚個案還是占絕大的多數 那今天新政上位個案都是本來群聚裡面的個案 只是你因為這個採檢政策跟觀念的改變 你把它抓出來了 請看下一張 那這三個裡面有兩個 有一個是我們本來的麻將排開的傳染鏈 然後有兩位是民俗信仰活動群聚裡面的兩位 都是本來的傳染鏈裡面 而且嚴格來講這三位都是本來有匡列接觸者 有匡列居家隔離 可是後來因為採檢政策的改變 所以發現這些個案 請看下一張 那這個是群聚裡面 維持不變 本來這個感染源代查群聚沒有變化 請看下一張 這個就剛才講的牌咖增加一位 那這一位本身就是跟牌咖一起來 打牌的個案 所以這整個牌咖的一個統計 現在在這個地方 累計有882位的一個總人數 通通是匡列接觸者 那確診個案39位 所以是一個蠻龐大的群聚 請看下一張 那60歲以上的個案佔38% 這個趨勢不變 請看下一張 那先來講 民俗信仰活動的這個傳染鏈裡面 這兩個新增的個案哪裡來 就是本來有一位姓仲 各位應該記得 這個姓仲傳染給 之前本來以為是一個家庭群聚的 那個媽媽 然後他有一個姑姑跟一個兒子 他們分別在這個物流業這邊工作 那這個圈這個匡列起來 其實採檢都陰性 就是目前就是三個個案 那現在這個姓仲 他的家人當初被居家隔離的 有兩位被採檢出來了 那這兩位呢 一個是他媽媽也已經90幾歲了 再來是他妹妹 那他妹妹之前就跟個案有接觸 那因為居家隔離 所以他從南部來到彰化 陪他媽媽一起居家隔離 那他們怎麼被發現 他們其實都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因為有症狀我們就會採檢 我們也會追蹤 都沒有症狀是在採檢的 居家隔離前的一天 因為中央政策規定 現在在居家隔離結束前一天 要請他做採檢 結果你發現這兩個個案都沒有症狀 那因為在居家隔離前一天採檢 一個CD值是14 這病毒量還蠻多的 另外一位是18 所以這兩個個案就是沒有症狀 在採檢政策的改變之下被發現的個案 我們請看下一張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要應付這個Delta變種病毒 所以中央政策做了調整 現在只要是居家檢疫 或是居家隔離的個案 你在14天期滿的時候 你都要做一次的採檢 那就是因為這樣被發現的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本來的政策是 你匡內接觸者的時候 你會先採檢 那居家隔離14天當中 你有症狀 那就會做採檢 現在增加了一個政策上的要求 就是在14天期滿之前 不管你有沒有症狀 通通要安排做採檢 做PCR的採檢 那這個採檢陽性呢 就會有什麼的意義 它主要是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它實際上已經感染了 那它真的是沒有症狀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這個媒體 或者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會講的無症狀的個案 但是無症狀的個案以前我們的印象呢 它的CT值都是會在20幾 就是CT值比較高 病毒量比較少 所以它傳染的這個風險 實際上比有症狀的個案來的少 另外一種可能是什麼 它已經有感染發病 但是因為症狀很不明顯 我們過去這幾年有跟各位講 症狀有不明顯 有很輕微 那主觀感受上呢 不見了會把它通報出來 所以它沒有做採檢 所以有這種可能 那今天這兩個個案 我們有反覆在做相關的 疫情調查跟詢問 他們是屬於已經感染 但沒有出現症狀的個案 只是它的CT值 跟我們以前所認知的 無症狀感染的C值 好像來的低一點 病毒量來的多一點 但是因為它是在居家隔離當中 最後一天被採檢的 所以它也沒有社區感染的這種風險 是在管控當中 安排住院 安排治療 請看下一張 那另外一位是我們本來 麻將排咖的這個傳染店裡面 這邊本來是19 今天增加這一位變20 她是跟其中一位60幾歲的女性 她有一起打牌 她是她的牌友 那非常值得注意是 她是70幾歲的女性 她實際上已經過了居家隔離14天 也過了自主經濟管理7天 然後呢 在自主經濟管理期滿之後 6月20號就期滿 她一直到7月3號 她要去應徵一個長照的工作 那因為我們現在對長照的這些工作人員 都會要求 都要求要採這個PCR 結果她一採PCR CT值是30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案很特別 她就是從6月4號接觸到個案之後 幾乎是已經一個月之後 她還驗出CD值30 那這個被驗出來 是因為現在對長照的工作者 我們都要驗PCR 所以也是一樣 是一個採檢政策採檢觀念的改變 你發現了一些 本來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這些病毒出現的現象 那實際上剛才講的14天期滿 完全沒有症狀 CT值14、18 再來這個是已經30天之後 才採出這個病毒 當然這個病毒的活性 CT值30看起來活性是不高 但是這個現象呢 在國外他們對這些 不管是英國變種病毒 或是新冠病毒的了解 都知道這個現象會存在 只是我們現在採檢政策改變了 把它找到了 那這些的這兩種個案 對我們傳染上的一個意義 其實還要再做更多個案的探討才知道 也要有一些分析跟調查 請看下一張 那你說14天之後再發病 是不是很稀奇 我們之前都做一個表 這個是有症狀的人 把它發病時間 把它做出一個曲線毒 這是我們彰化線58個個案 你本來就知道有3%的個案 是在14天之後才會發病 所以過了14天之後 甚至過了7天的自主經濟管理 還會有人有發病或是有病毒 可能不是一個從來不存在的現象 而是本來就有 但是它的比例實際上是低 那病毒量以這個個案來看 是CT值30 感染的風險應該也是很有限 但是還是再強調一次 就是你有採取了不同的採檢策略 你就會發現你之前沒有注意到的現象 請看下一張 好 莫德納的疫苗 各位報告 現在已經開始準備 明天就會把73到74歲的 這符合接種資格的這些通知單 我們會把它寄出去 那中央這個撥發疫苗速度 下禮拜還會有新的疫苗進來 我們就順著這個 有疫苗在 我們就往7172來延伸 所以一路就往下發通知單 往下來打疫苗 那請大家接到通知單 務必依照我們上面 所寫的時間跟地點去接種 請看下一張 那現在這接種率看起來是六成 看起來是六成 昨天跟今天差不多都這個比例 所以這樣就可以預估說 本來44萬 你如果打六成 大概就是兩萬六兩萬八左右 那你剩下的疫苗 就往下面的年齡層來延伸 所以我們是這樣來做疫苗的管控 跟施打進度的安排 請看下一張 還是一樣我們明天公告之 我們明天把通知單做好了 我們希望同步的時候 你上網就可以查到 你身份證號碼跟接種的日期跟地點 讓家屬可以方便替你的家裡面長輩 來事先安排這些接種的一個程序 請看下一張 也是一樣這麼多的接種站 一路就一直 禮拜四打完之後就是接下一批 禮拜五禮拜六繼續往下來安排來施打 那大家熟練都配合之後 醫護人員也知道怎麼處理 民眾也知道怎麼去 我們希望能夠順順利利的 把這些該打疫苗的這些長輩的疫苗打完 請看下一張 那這剛才縣長有強調 因為中央只是台北果胎市場是7月4號開始 然後另外台北家禽的批發市場是7月7號 你要進去這邊進出的話 都要有PCR陰性的證明 所以中央有通知我們 你只要是進出上述場所的相關的物流業者 你可以到我們本縣12家的PCR的主動監測站 上面都有時間 他們開放的時間大部分都有24小時 你適合的時間去 然後你只要報說你是北農專案 就可以接受公費的PCR的裁檢 那報告的部分就要麻煩你 因為這報告大概通常是2到3天會出來 請你要下載全民健保的行動快一通 上面就會有你的報告了 那陰性的報告要這樣下載 如果是陽性的話 我們大概第一時間就會做通知跟處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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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